阿姑姑姑 給我聽 阿嬤做過給我聽 就想你再聽小話 就你以往路遊走 我會跟你學習 我是乖爸爸 小月娜就是我啊 我還沒四歲 住在家設計店 話語一起說聽 早天白雲好時光 姑姑做的哟 現在為您所進行的是 藍天白雲好時光 我是佳玲 緊接著呢就進入到了 菩薩廣行無量益 無量益經的讀書會內容 那在今天已經是第29個星期 來到的進度是說法品 第二第十二次的導讀 那在今天我們首先 仍舊以恭敬心 恭請由我們近似經社 得養師父和文發音 引領我們進入到共修的經文當中 先南志祖母道長 佩天師父 斷祖六年 敵行歐尿道路 三妙三佩天 以復甘官 一切主法 不可算算 所以吃虎 以主眾生 性欲不同 性欲不同 中中說法 中中說法 以方便力 四十二年 四十二年 未現真實 四個眾生 敵多差別 佩天之行 無雙佩天 感恩德養師父的帶領 那麼在今天我們所邀請到的導讀人 是來自花蓮的法藝團隊 陳立芬師姐的導讀 那在剛剛呢 我們藉由德養師父帶領的 說法品經文內容 我們也聽到了 佛陀說到自己 在菩提樹下 端坐六年來 得成阿諾多羅 三秒三菩提 以佛眼觀一切諸法 那在這裡呢 佛陀也說到了 因為眾生根基而不同 開了方便法門 但是現在要講的是真實意 所以現在呢 我們就請我們的導讀人 陳立芬師姐 來帶領我們進入到今天 共修的內容當中 全球的聽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陳立芬 上人給我的法號是明貴 非常感恩有這個機會 和大家在空中以法相會 今天要分享的段落是說法品十二 在無量益金獎記的 第250頁到253頁 寄送本則是在第288頁到298頁 內容是習性不同眾生欲 各種種堂 且更新负 悠宗生無差異 efficiency 高達遠 重点分成五个单元 第一个单元是佛陀证物的历程 第二个单元是习性不同众生欲 种种说法方便力 第三个单元是开拳显时硬根基 新佛众生无差异 第四个单元是法癖如水能洗狗 第五个单元是欢喜做菩萨 现在我们就一同进入这一段经文 请大家翻开讲迹第250页 我们一起来看经文的部分 善男子自我道场菩提树下 端坐六年得成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以佛眼观一切诸法不可宣说 这段文是在说佛陀证物的历程 也是导读的第一个重点 佛陀为了在说佛世界成佛 以便度化五浊二世的刚强众生 经过了三大阿珍奇节的修行 立遍五道的轮回 为什么是五道而不是六道呢 因为佛陀在因地修行的时候 发愿明月下阿比地狱受无量苦 也不愿意求生天道享乐 所以骗力了五道 在人道 阿修罗道 畜生道 恶鬼道 和地狱道 为众生执上根 舍头目随脑 国城财宝 广行六度万行 当福德与智慧质量圆满 加上众生得度的因缘成熟之后 终于在两千五百年前 投身为晋放王的太子 名为西达多 西达多太子呢 因为看到众生的颠倒 以及生老病死的苦想 所以他决定抛弃名利 抛弃地位 在二十岁那一年 理工修行 历经了五年的参访 六年的苦行 当时的印度福音非常的辽阔 有高达九十六种不同的修行方法 为了寻求可以解脱生死的方法 西达多太子 以双脚到处参访名师 经过评估 思考 觉得这些修行方法都不够究竟 后来就开始修苦行 在生活跟大自然的考验下 磨练自己的心念不受动摇 但是经过六年的苦行 只是苦其筋骨而已 有一天 西达多太子因为体力不足 觉得昏沉 所以想离开苦行林 到宁连长河沐浴 可是没想到沐浴之后 整个人就虚脱 昏倒了 有位路过的牧羊女 看见修行者昏倒了 赶紧挤羊奶给她喝 帮助她恢复体力 当佛陀醒来之后 找到一棵菩提树 在树下发了誓愿 她说 如果不能开悟 绝不离开此地 结果 经过了七七 四十九天的禁思 和浮摩之后 就在那一年的十二月八号 天江黎明之时 当佛陀睁开眼睛 夜赌明星的那一刹那 终于顿悟了 佛陀悟了宇宙的真理 了解原来 心 佛 众生 三无差别 只是因为众生一面无名气 所以在六道之中 不断的轮回 并且也了解到 除了我们所住的 这个世界之外 还有其他的世界 而且是身罗万象的 佛陀悟之后 不动身行 在如定的状态当中 也说了 华眼睛 时间长达三七日 也就是二十一天 灵性入定 遍及十方诸佛国土 拥有于佛陀的境界 但是佛陀所证悟的超凡境界 实在是太深奥了 只有法身菩萨 以及等觉 还有妙觉菩萨听得懂 什么是等觉 什么是妙觉菩萨呢 我们都知道 修行是有次第 有果位的 等觉跟妙觉菩萨 是修行到最高果位的菩萨 除了这些大菩萨 能够了解佛陀所证悟的境界 跟妙法之外 连天人都听不懂 更何况人呢 因此佛陀想到 既然自己所证悟的宇宙真理 众生听不懂 那不如就去入灭吧 其实十方三四诸佛 并不是每一尊佛都会走到人群里面 说法独众 有些佛成佛之后 没有说法 就取涅槃 就正当佛陀有这样的念头的时候呢 天人跟菩萨就纷纷的来劝慰佛陀 请佛陀一定要注视敲法骨 让迷茫的众生能够闻法开悟 所以佛陀最终还是走入了人间 而且开始因应众生的根基 信誉而说法 接下来我们进入导得的第二个重点 习信不同众生语 种种说法方便力 请翻开讲记第252页的经文 所以则和 与诸众生信誉不同 信誉不同 种种说法 种种说法 以方便力 四十余年未成显时 事故众生得到差别 不得集成无上菩提 这段经文的意思是在说 为什么 佛陀所证悟的境界跟妙法 难以伸说呢 因为众生的根基不够 所以无法领受 众生有不同的个性跟预念 所以佛陀必须用种种法门 关机斗教 佛陀佛陀以智慧来分析众生的根性 先以方便的教法来使他了解如何自修清静行 而尚未教他如何做菩萨 也尚未教他如何自度度人 佛陀佛陀的本怀最终是要众生能够达到佛的境界 但是因为众生的根基还无法接受 所以先教方便法门 也因为众生根性有差别 得到的时间 自然就有差别 因此无法立刻到达菩提大道 这个是上人对这段经文的解释 其实很多道理可以在大自然的环境中找到答案 譬如说众生不同的根性就跟植物的根性很像 我们可以用小草跟大树的根来做比喻 小草的根很浅 所以无法承受太多的水 如果给它太多的水 它就会被淹死 这就像众生的根性一样 小根气的众生 你不可以给它大水 它会无法领受 如果众生完全听不懂 它就会排斥 而且当它听不懂 它就觉得完全不受用 所以呢 要给它适当的伐水 它才能够吸收 相反的 大树的根比较深 需要比较多的水分 所以如果给的水不够多 反而会哭死 所以对大根气的众生 就应该给它大法 它才能够领受的更多 那为什么众生的根基性欲会不同呢 在祭宋的第288页 第一段提到 凡夫无始以来 在六道之中不断的轮回 因而累积了深重的习气 和无穷的预念 这些习气跟预念 并不容易去除 在祭宋的第289页 最后一段提到 习性跟外境会合时 不同心愈的众生 面对外在境界的引诱 就会产生许多不同的习性 例如爱抽烟 爱喝酒的预念 因为预念无穷 所以面对人与人之间的互动 就会交织出许多的爱恨情仇 使众生不断在因缘果报中纠缠 所以为什么说 反复是再惨如来 原本亲近的本性 被层层叠叠的烦恼 跟无名吸附住了 所以看是唯不足道的习性 却主宰了我们的命运 一般我们都觉得 习性好像只是影响到 个人的命运 其实习性不仅会影响到 个人的命运 也会影响到大环境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习性如影随形 所以很容易就变成一种生活习惯 而人跟人之间的生活习惯 是会互相影响的 当大多数的人生活习惯 越来越相似的时候呢 就会变成一股社会风气 像现在社会风气就是 不断的追求物质享受 譬如手机还没坏 有新的款式出现 就想要去买 衣服明明衣橱就已经塞满啦 但是换季大拍卖的时候 不买就觉得好可惜哦 车子也是一样 还能开就要换新款 房子也要越住越大间 所以建商就不断的开挖 山坡地 盖豪宅 盖别墅 这种奢华浪费的心态跟行为 就会造成今天地球的能源危机 跟温室效应 所以人的习气会影响大环境 也就是说 小乾坤会影响大乾坤 在寄宋的第290页最后一段提到 无名众生不离 贪称吃慢疑 因五毒而造作五浊 因此苦不堪言 所以地水火风四大不调 是起因于人心的不调 水灾起因于人的贪念 火灾起因于人的称念 风灾起因于人的痴念 地震起因于人的慢心 山崩地县起因于人的疑心 也就是说 贪念会感应水灾 撑念会感应火灾 痴念会感应风灾 慢心会感应地震 而疑心会感应山崩地县 在这里呢 就让我想到了 有一次有一个师姐 她跟我分享她的梦境 因为啊 这个师姐以前曾经梦过 桃园空难跟南亚大海啸 然后有一天她打电话给我 她跟我讲说 立芬呢 我心情很不好耶 我问她为什么 她就说她昨天做了一个梦 那在她的梦境里面呢 她看到了地球 而且这个地球的灼气非常非常的重 那以前呢 她说上人每次碰到大灾难的时候 都会告诉我们要前程灾界 她都不懂为什么四大不条是起因于人心的不条 可是呢 就在那个梦境里面 她很明显地感觉到地球的散发出来的那个灼气 就是从人的心面里面散发出来的 所以就在当下 她终于了解了 其实习性所造成的杀伤力真的非常的大 但是呢 一般人都不以为意 也觉察不到 有一者佛典故事这么说 有一个人 他不相信轮回 那佛陀就请他去市场买鱼 古代的鱼呢 是用叶子包的 佛陀就请他把这个鱼先拿出来 然后把叶子拿去清洗干净 当叶子清洗干净之后 把这个叶子拿来闻 还是会残留鱼腥味 然后呢 就请他把这个叶子放在通风处去吹风 之后又请他去市场买香 古代的香是放在盒子里面 然后一样 把这个香从盒子拿出来之后 闻闻看 这个盒子的味道 还是残留着香的香气 然后呢 一样请他把这个盒子放到阴凉处来吹风 过了好几天之后 佛陀再请他去闻闻看这两个的味道 结果 香盒依然留着香气 而叶子依然残留着鱼腥味 这个情况就跟人的习气一样 在轮回的过程当中 会如影随形的跟着我们 所以即便是同一对父母所生的孩子 一出事就会有不同的习性 有的很爱哭 有的爱笑 有的爱睡 有的很爱生气 在祭宋的第290页 第一行 提到了 习性不同 众生欲 种种说法 方便力 众生习性无量 欲无量 根性无量 所以即使在同一个时间 听同一个法 都各有不同的理解 譬如佛陀成佛之后 到鹿野院初转法轮 为吴比丘先讲四地法 第一次只有阿热焦成乳听懂了 所以佛陀就在讲第二次 第二次之后 有两位也听懂了 但是还有另外两位 不是很明了 所以佛陀又讲了第三次 就是所谓的三转法轮 在三转法轮之后 五位比丘才完全的了解 大家想想看 光为五位比丘宣讲四地法 佛陀就必须三转法轮 何况云云众生 根基迥异 所以佛陀必须以 不同的形态来解释 才能够让众生心开一解 解除更多苦难众生的迷惑 在祭宗的第297页的第一段提到 在法华经辟语品第三中 佛陀以三戒火载之欲 来说明为什么必须应众生的根基 而开方便法门呢 那三戒火载的内容是说什么呢 他讲的是有一个年事已高的长者 他非常的富有 他有一个大豪宅 非常的壮丽 可是呢 却十分的老旧 里面住了好几百人呢 可是却只有一扇门可以进出 有一天啊 这个大宅呢 就起火了 大家都纷纷的逃出来 只剩下长者的小孩们 还在火载里面玩耍 而且他们玩得兴高采烈 不肯出来 那这着急的父亲呢 就在火载的外面拼命的喊说 快出来啊 快出来 危险啊 会被火烧死的 但是呢 这群孩子因为太贪婉了 他们完全不理会父亲的呼喊 也不知道自己已经身陷在危险之中 那父亲为了救这些孩子脱离险境 就想了一个权宜之计 在门外用各种真丸 吸引孩子们处理火灾 父亲就喊着说 来呀来呀 这里有洋车 有路车 有牛车 赶快来挑选你们喜欢的玩具吧 当孩子听到有玩具耶 有车子耶 终于呢被引诱出来离开了火载 最后呢 父亲就给孩子们 华丽珍贵的大白牛车 在这个故事当中 火载是批语苦恼不安的三界 孩子呢 则是表示一切无名的众生 他们为什么会觉察不到危险呢 因为众生都被无名避障的缘故啊 父亲呢就是如来 不人舍弃任何众生 所以用巧妙的方法来救度 洋车是比喻神闻圣 路车是比喻圆觉圣 牛车是比喻菩萨圣 大白牛车指的是一佛圣 那通常我们就称 生闻圣 圆觉圣 菩萨圣 为山圣法 在这个故事当中呢 就说明了 佛陀是根据众生所想 所爱 设方便智慧 帮助众生脱离险境 在火载中的孩子 就是根基不足的无名众生 他不明白自己处于非常危险的情况 即便告诉他真相 他也无法接受 所以呢 就只好迎合他们的根性 来诱导他们 父亲最后给每个孩子大白牛车 大白牛车指的就是一佛圣 也就是说 佛陀最终要给众生的真实法 就是一佛圣 所以在法画经批运品第三 这段经文的最后呢 提到了 设立佛 已是因缘 当之诸佛方便利固 与一佛圣 分别说三 意思就是说 如来宣说的是唯一佛圣 但是呢 为了引引众生的根基 分别宣说三圣法 不论是僧文圣 圆觉圣 菩萨圣 不过是如来 教化众生的方便法 细心不通 众生育 种种说法 方便利 开圈 现实 因根基 信佛 众生 无差 其性不同 众生育 种种说法 方便利 开圈 显实 硬根基 心佛众生 无差异 现在为你所惊醒的是 蓝天 白云 好时光 我是佳玲 在今天呢 我们进入到的 无量液晶 共修 是来到了 说法品第二 第十二个星期的内容了 邀请到的导度神 是华莲的法义团队 陈立芬师姐 那也谈到了 人的习气啊 在轮回的过程里 仍旧是如影随形的 跟着我们自己 那每一个人啊 习气都不一样 那我们的怨念妄想 也是这么的多 即使我们在同一个时间 听同一法 都会有各自不同的理解 那运运众生 根基这么样的不同 佛陀呢 就以智慧 用不同的形态来解释 希望让我们心开意解 解除更多苦难众生的疑惑 所以接下来 我们的导度神 陈立芬师姐 就要引领我们进入到的 内文里的 开全显实应根基 新佛众生 无差异 我们一起来共修 接下来我们进入导度的 第三个重点 开全显实应根基 新佛众生 无差异 我们先来了解 开全显实 其中这个全 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全是全移 方便的意思 方呢 是方针的道理 便是巧妙的言词 便于应用 所以开全显实 就是开方便门 显真实意 在祭宋第291页的 第二段文提到 开全显实应根基 新佛众生 无差异 虽然法相同 但是佛陀为了 度化信誉不同的众生 所以过去42年 还未能为众生 演说真实法 而是以种种批语 和方便法来开导 希望引导众生 不同根基的众生 都能够了解 因为佛陀弘法 最初先让大家知道 因缘果报的可怕 众生皆轮回于 三界六道之中 人道 天道 阿修罗道 是三善道 畜生道 恶鬼道 地狱道 这是三善道 做人已经很辛苦了 如果再堕入三恶徒 更是苦不堪言 当众生畏惧堕入三恶徒 就会寻求解脱之道 先求独善其身 等到众生根基成熟 再尖善天下 让众生了解 其实啊 救他人 就是在救自己 也就是说 佛陀等到机缘成熟 才终于开拳显时 演说真实法 法华经 要众生立行菩萨道 佛陀开拳显时 寻生善用 缩法 四十九年 天才中的主师大德 将它归纳成五个时期 华严时 阿含时 阿含时 方等时 波洛时 法华时 华严时 讲了二十一天 是佛陀在证悟的时候 入定三七日中 宣说了华严经 讲的是佛的境界 阿含时 讲了十二年 主要讲因缘果报 为了接引身文 圆绝 二圣根基的人 方等时 讲了八年 告诉众生 人人皆可成佛 让身文 圆绝 二圣根基的人 舍弃小圣法 追求大圣法 波洛时 讲了二十二年 主要呢 是在谈空性 为了破除众生的执着 法华时 讲了七年 在佛陀入念前七年 佛陀开始畅言本怀 我们都知道 佛佛道童 每一尊佛要入念前 一定会宣说法华经 法华时期 讲的是真空妙有 告诉众生 唯有行菩萨道 才是成佛之道 经过了这些解释 我们已经很清楚了解 开拳显时中 开拳的意识 是指开方便门 那显时 时的真意究竟是什么呢 现在我们一同恭敬 明天上任的开始 其实是这么简单 常常跟大家人说 心佛中生三无差别 我们偏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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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這些經濟已經成熟了 所以現在佛道開始了 說話話話話話的進展 說無量紀經 要讓我們眾生 這個心佛眾生無差別 要讓我們關緊會合 所以我們在無量紀經 你們常常在想念 其實經跟社會 眾生的性欲濕氣 性愛頂頂 愛分情收縮三星 的這個罪惡 煩惱 受盡了很多的苦惡 不就是都這樣 所以佛道開始 沒有 跟他 我們眾的內心的崩壞 完全收縫出去 開關現實 因為 也四十萬年了 所以 中心的經濟應該 都差不多是要成熟 那佛道在世間的時間 也要差不多了 所以佛得佛 現在開關現實 一句話說 心佛眾生三無差別 所以大家 真正在一上 想外中 要好好用心 欧食 過去到底是 過生世 我們不記得 不知道 沒辦法好想 那個濕氣 一直到現在 一直跟大家說 修行沒什麼好想 就是濕氣 所以請大家 用心 去改地濕氣 喚觀主教 請大家 愛思思 多用心 但恩上人的開示 所以開全顯實 實的真意就是 心佛眾生無差異 佛陀在演說法華經之前 先說了五量一經 這是為了讓眾生能夠回觀轉念 了解法就是這麼的簡單 心佛眾生三無差別 在紀宋第297頁 第二段文提到 佛以水的譬喻 眾生本性如水 無論是雨水 泉水 溪水 河水 井水 儘管水的名稱 形態不同 但是水性都是一樣的 也就是說 人人本具清淨的佛性 如果能用對方法 就能啟發善念 游米轉悟 接下來要透過 蔡錦璋師兄 游米轉悟的人生故事 來印證心佛眾生無差異 蔡師兄形容自己以前是喜氣很重很重的壞人 吃喝嫖賭偷搶殺 樣樣都來 師兄只有小學畢業 年輕時就開始做水電 每個月有將近百萬元的收入 生意好的時候 一個禮拜只有睡一天覺 但是呢 因為賭博跟喝酒的喜氣 竟然讓他的家產都被他揮霍殆盡了 師兄說 光玩電動玩具 坐在台子前面 一個晚上就可以輸掉一間房子 但是呢 他並不後悔哦 師兄形容那個時候的他 他還請給他幾下 一樣 錢賠掉了 不怕 不在乎 想辦法賺錢再來賭 不僅這樣子 和朋友去喝酒 一晚上就花掉了五六萬 醉到第二天 要做什麼 自己都不記得了 師兄的太太很苦惱 怎麼勸都沒有用 後來想到請慈濟人帶他進慈濟 希望能導震他的行為 前前後後 總共花了三年的時間 終於戒掉煙 酒 檳榔的惡席 也好不容易終於受震了 但是 受震之後 協力隊長打電話給他 他都藉口說 很忙 很忙耶 沒有空哦 就在這樣情況下慢慢地遠離 後來因為生意失敗 加上賭博 負債累累 好不容易戒掉的這些惡席 像抽煙 喝酒 吃檳榔 又都跑回來了 後來又因為離婚的打擊 罹患了憂鬱症 蔡師兄在生意失敗 親人相繼離他遠去 在一無所有的情況下 想不開 還好被師兄發現了 救了他 後來師兄就勸他到環保站做環保 這樣至少每天有飯可以吃 可是他說實在是太遠了 走不到 師兄就對他說 那我每天來載你 結果師兄真的說到做到 每天來載他到環保站 因為法親的關懷加上用對方法 終於啟發了蔡師兄的善念 讓他的人生回歸正途 有名轉悟 從蔡師兄的故事 我們可以感受到眾生習性真的是很重 好不容易改掉的惡席 當屹立不夠或者是受外境的影響 很容易又再跑回來了 但是呢 如果能夠得以善知識的接引跟陪伴 用對的方法 譬如環保道場 就是一個很好的方便法 就可以讓蔡師兄再次回歸正途 用你轉悟 現在蔡師兄非常的精進 精神理念都振作起來了 除了做環保之外 每天聽上人開示 請坐筆記 找會人人本具清淨的佛心 從蔡師兄的故事 就讓我們體會到 心佛眾生無差異 接下來要進入導讀的第四個重點 法癖如水能洗垢 在祭誦第292頁 上人首詐提到 人生生命 法水不能活命 天地萬物 無水無以生機 淨水清流 洗涤世諸夠無 人生生命 法水不能活命 人的生命 若缺水 就無法存活 水分 約占人體組織的70% 無論五臟六腑 筋骨血脈 或是皮肉等 都需要水分 最明顯的 就是血脈 時刻都要洗液的滋養 才能維持身體的機能 天地萬物 無水無以生機 天地萬物 若欠缺水分 同樣無法維持生存的機會 宇宙間有無數的星球 其他的星球到現在未曾發現生物 就是因為缺乏水的緣故 可見得水對人類萬物有多麼的重要 現在請翻到獎記的第294頁的最後一段 靜水 清流 洗滴四株購物 無論是水 雨水 泉水 溪水 河水 井水 只要是乾淨的水 都能供應人類跟大地使用 不僅能長養大地生機 維持眾生生命 還能洗滴所有的購回 現今世間購物如一池濁水 這是因為眾生所造的業 越來越重所致 需要以清流洗滴 調和人性 才能為眾生指引正確的方向 接下來 再看紀宋第295頁 上人手札提到 以佛眼觀 一切諸法 不可宣說 以諸眾生 性欲不同 隨方救援 名相不同 隨性無異 洗滴 成污 無等 等無差異 這段文是在 以水性之欲 說明法性 水的形態雖然不同 有井水 河水 江水 海水 但水性都是一樣的 都能夠敵垢 這個譬喻就是在說明 佛陀因眾生性欲不同 所以說法不同 但所說的法 法性都一樣 都能夠洗滴眾生的性垢 法屁如水能洗垢 我們應該讓法水流入心中 減少人心慾念 對人間的破壞 四大調和 自然能減輕世間的災難 接下來要分享馬來西亞 嚴金河師兄的人生故事 透過他的故事 來見證法屁如水能洗垢 嚴金河師兄十二歲的時候 在鄉下做學徒 有人邀他加入幫派 母親非常擔心他學壞 趕緊把他送到城市 遠離這群省友 沒想到 嚴師兄因為懷赫母親 把他送到外地 就故意加入幫派 變本加厲 學得更壞 不僅用刀砍人 砍了人之後呢 還舔刀上的血 只因為聽黑道前輩說 挺鮮血才是男子漢的表現 加入幫派後 常常打架 飆車 不僅害自己受傷 還害死坐在後座的人 不僅這樣 還放高麗拜 在夜總會看場 如果有客人鬧事 他就把人家拉到後面 打到半死 到了三十多歲之後呢 周遭的兄弟陸續被關 有的終身盡禁 有的被砍死 他開始後悔了 正好在這個時候 他遇到了善知識 有師姐邀請他參加此季的活動 他在訪釋的過程當中 深深的被感動 所以決定放下屠刀 行菩薩道 在2012年 法皮如水如金帳 此季的師兄姐 邀請他飾演悟大國師 因為世智不多 所以每天都很用心的練習 在深入法之後 起得深深的懺悔心 早晚懺悔過去所造的 注重罪 並祈禱被害過的人 都能夠平安 在參與此季十七年之後 終於在2012年受贈了 師兄在受贈前三年 也就是2009年 發現自己罹患了肝硬化 認為是果報現前 因為以前看人 還舔人家的血 得知自己罹患了肝硬化 原本心情是非常沮喪的 後來回到花蓮 上人告訴他 當病是朋友 菩薩多給一天 就多行一天菩薩道 上人的這一席話 讓顏師兄豁了開朗 他把上人的話 牢記在心裡 雖然有病 但他什麼勤務都做 更加把握因緣 師兄說 當自己往生的時候 要身穿慈祭之福 發願生生世世 要行菩薩道 從顏金河師兄的故事 我們看到了 師兄原本 惡惜深重 但是因為參加慈祭的活動 啟發他的善念跟悲心 後來又經過發水的洗滴 終於滴心垢 除洗氣 讓他由命轉悟 顏師兄 發入心 啟灿心 發韻心的心路歷程 不就是發屁如水 能洗垢的最佳見證嗎 最後要跟大家分享 歡喜做菩薩的單元 修行就是要改除洗氣 反觀製造 請省思自己最難改的洗氣 並想出對峙的方法 立行在生活中 我想我就先來自我反省一下 上人說 大洗氣易改 小洗氣難除 目前我把不執照 不生氣 不與人對立 設為自己努力的目標 因為呢 這些都是自己 比較容易犯的過失 當發現自己有這些情緒 產生的時候 馬上就以說法品當中 所提到的 萬物性向本空集 來對峙 告訴自己 要放下 要看破 一切都是緣起性空 沒有什麼好執著的 我發現這還蠻有效的耶 當你把它設定為當前最重要的一門功課的時候 你就會努力去克制自己 很快就會發現自己有進步了 其實修行就是要斷煩惱 除洗氣 聽了那麼多法 如果沒有落實在生活中 也是枉然的 所以我們大家互相共勉 一起法入心 法入行 努力讓自己洗氣越變越少 以上就是我今天的分享 非常感恩大家 祝福各位時時吉祥 日日平安 福會圓滿 感恩今天的導讀人來自花蓮的法裔團隊 陳立芬師姐的分享 那也聽到了她個人的體會跟心得 的確在今天的共修 相信大家一定有特別的感觸 面對天災如此巨變的現代 此時此刻我們更應該要引法入心 法屁入水 法水流入心中 減少人心慾念 對人間的破壞 畢竟呢 要四大條河 要先從幾星條順開始 自然就能夠減輕 世間的災難 我們靜靜共修 同時也為這個人世間 獻上最多的祝福 今天的藍天白雲好時光 就為您進行到這了 祝福您身心自在平安 我是嘉玲 我們下一次空中再會 拜拜 祢是應願成不體 安樂人問過祢 帶著歌 细心悟痛众生语 种种说法方便离 开全现实应根基 心佛众生无差异